文化部征选台湾十多家具有丰富原创力的业者 以Fresh Taiwan为主题参加伦敦设计节 这是台湾第二次参加这一项活动 英国的设计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如果东西在英国可以卖得好 相信在欧洲其他地方都可以卖得不错 所以英国是很多设计师都来想做试金石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所以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设计师而言 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可以跟别人切磋琢磨 学习到很多额外的经验 对于将来他们进入欧洲市场来讲 我相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台湾设计的作品非常吸睛 像是蓬蓬群椅 把台湾传统的竹抱枕转换为椅角 移开椅子上的垫子 椅面即可作为小茶几 还有DIY A4灯 以五张A4纸加上两个结构架 把纸张尾卷装到架上 如同一朵朵小花成为创意灯面 最引起热烈回响的是以透明压克力制作的机械针 不仅视觉效果佳 还可以DIY组合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设计 让人惊叹 整个材质是由透明的压克力来制作 那它整个重点就是一般都是以前的古老的装都是掉千锤啊 或是有一些人是掉沙袋 那我们把它改成放硬币 所以你只要硬币一直放放放放放 你就可以控制它的重量 那重量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动力 然后再调整摆锤就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时间 Tent London是伦敦设计节中第二大设计展览品牌 设计师更为年轻化有活力 台湾餐展的作品中也多是现代生活的用品 看着不同造型的电线收纳配件小巧可爱 让参观者爱不释手 频频询问相关购买讯息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伦敦报道